评价书法线条质量的五大标准 我们通常是从力度找眼来谈论书法的线条 而事实上建立在力度基础之上的精度才是线条的关键 我们称其为笔墨的精度 正所谓百念钢化为绕纸柔 线条的精度更像打铁的锤链 要打造精美的线条必须去尽渣子 若要成就作为线条的内涵精神气质的纯度 在书写时毛笔就要能够压得住纸 笔锋在压牢的过程中能够提得起来 逐渐把墨汁里的杂质剔除干净 太尽千华这才是书法的根本 我们在判断一根线条的时候 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线形 线形包括长短 粗细 幅度三个方面 长短作为线形的空间构造 粗细则决定线形空间构造的方式 幅度展现出线条的力量和延伸方向 第二 限制 限制即线条的质量 我们对限制的要求分为两点 一是公共要求 一是独特质感 限制的公共要求即圆 厚 通 润 善用笔者 虽细如发丝亦缘 不善用笔者 虽出如船亦扁 厚乃是一字之血脉 惊起神 通者 通畅不治也 润者 清润光洁也 那么 什么是独特质感呢 能够代表不同书家书写特征的限制 既是其独特质感 例如 翼山碑 其限制因温润和硬度被称为铁线 亦或玉柱 沙梦海的限制如枣木之印纳 颜真清 则以千军之金刚柱而著称 诸如此类便是通过限制的独特质感 来定义书家写出的线条特征 第三 限购 限购即线条与线条之间的交错和构架方式 或者相交结 或者相结构的形式 构的形式主要指向空间 书写时 第二笔一出来 就要考虑和第一笔的衔接方式 和它围出来的空白的大小 形状 质量 常人在书写时 注意力总在黑的线条之上 但是高手总流行于空白 写黑的线要让人感到 亦不再输亦挥而就 但是留出来的空间 要让人感觉到 是经过精确计算打磨出来的 线要无益 白要有益 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 第四 线律 线律是线条在运行过程中的节律节奏 在传说中虽然较少 但是比如曲线S型的线 在运行过程中 有的地方会稍作停留 然后一划而过 这便是其节奏 第五 线运 线运是一根线条的韵味 气质 比如动齐舱的线 一看就有一种贵秀之气 这是读万卷书然后的催念 直到最后通体脱落 人一下子就升华 最后那种高贵安静的韵味 也就出来了 中国文化讲究隐和藏 是内年 隐让 线条是免你藏针 外缘 内方的 近人上运 有股气在自中缓缓流动 形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节奏 而书法线条的修炼 始终是以我们的人格修养为基底的 词上的阶线条 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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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上的